好接下来给大家看到的是央视的春晚 在除夕播出的时候有一段是解放军的士兵 手持步枪一边演唱军歌一边变换队型排列 而外界特别注意到的是 这次参加表演的除了解放军的文艺亲近队 另外还加上了北京的卫戍区664拐拐的部队 也就是长期驻守北京的装甲部队 这是作战部队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 对此政大国安中心的老师严正生就说了 春晚刻意这样的军力展示 其实不一定是针对台湾啦 很大的可能是做给美国看的 甚至是要展现给全世界看 就是你在春晚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等于是军力的展示 跟我们大家想到说只是在 春节的时候大家家人团聚 然后看一点轻松的这个众议的表演 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大落差 那是不是针对台湾 我觉得也不只是针对台湾 可能也是给美国看 展示一下军力 展示一下军力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看到 我们台湾好像越来越不重视农历信念 因为我们的父母亲大概都没办法管制小孩子 在家过年全部都出去旅行去了 那大家他们更重视的是杨历年 这个跨年晚会 这个所以留在家里头吃杨历 这个农历年的这个年夜饭的反而越来越少 可是你如果去看美国不仅是China Town 他们的唐人街那个庆祝农历新年那个活动 五龙五四那比台湾热闹多了 然后再加上因为我刚刚提到 我最近在看NBA 你如果看NBA 他们那些球员明星球员 每一个都在祝贺中国新年 都在都在讲这个农历年的事情 所以美国人其实对农历年是很熟的 所以看得到他们一定也会知道 大陆有这个春晚等等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展现给美国看 或者是说给邻近的国家 包括越南包括韩国 这些都是过农历年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 我想不是只有针对我们 应该是展示给世界看 那可是这个确实在农历年来做 如果说你说是11月1号 或者什么这个人民解放军建军多少年 或者这个中国共产党成立多少年 我觉得那个成立的时间 那个时间点来做是比较合适 但是在农历新年我觉得是不妥的 好啊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下一次我们那个过年的特别节目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那个三军 那个叫什么阅仪队是不是 不要说一下操枪啊对不对 我们也很厉害啊 好这个也算是蛮有创意的 让军队上春晚的舞台 好再来关心的就是今天出三了 很多人会出游 也有人准备要回家准备收心上班上学了 水高公局说今天下午1点到晚上的6点 要实施高承载的管制 路段分别听好听好 国道1号的夏淫系统到头粪 国道3号的关田系统到竹南交流到北向入口 另外还有就是国道5号的苏澳 罗东宜兰以及头城的北向入口 所以呢如果你有用到这几个路段 你将会经过这几个路段的话提醒用路人注意的 他是有高承载管制的 但不管有没有高承载其实都会塞车 然后请大家保持耐性了 好再来呢看到的是迪英跟孙鹏的这个独生子孙安佐 也算是轰动台湾跟美国啦 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因为涉及恐攻被捕了 当时也传出迪英跟孙鹏砸了上千万 在美国请律师救儿子 但是呢孙安佐还是在美国被关了238天 后来平安返回台湾 后来他就变成什么直播主啊什么 也不知道他在干嘛 但是因为他被判终身不得入境美国 但是有媒体报道说孙安佐好像过年前就出国了 对此他爸爸孙鹏就说儿子确实到很远的地方去long stay一阵子 很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不知道 但绝对不可能去美国 因为美国也不会让他去了 那孙鹏也表示说儿子还是会回台湾完成他的大学学业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大乐透跟加码的春节大红包在初二晚上开奖 大乐透的投奖一役 由台南市上话区的银通海彩券行开出了一注独得 哇真是大红包耶 另外呢这个昨天的春节大红包则是开出了22组 这一集开出的春节大红包奖项投注站总共有28家 其中在台北市北投区的新顺义彩券行已经三度开出了 哦很旺哦 这个是今年加码期间最幸运的一个投注站 哇真的是 好接下来这个真的是太惨了 出国趁着这个农历春节带着大全家大小出国度假 结果被丢包耶 这是有台湾旅客爆料 他们2月10号出发到越南的富国岛 是五天四夜的行程 但是因为在地的这个可能是接待啊 出了一些问题 整团200个人受困当地 还要自掏腰包720块钱美金 相当于台币2万多块钱 哇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 赶快来看看 春节七天连续假期 不少民众都选择出国度假 不过传出近期超行的越南富国岛 有上百名台湾旅客遭到旅行社丢包 受困当地 台湾一名旅客在脸书上控诉年代旅行社 仅支付十分之一不到的旅费 给当地的旅行社 导致当地旅行社无法继续派导游派车走完行程 甚至连航空部分的旅客款项也没有结清 导致搬机出状况 将近两百名的旅客是滞留在富国岛 甚至还被要求要自掏腰包 给付七百二十元美金 大约是两万多元台币 才能继续后续行程 也让旅客怒斥说 第一次跟家人小孩过年 跟团出国就遇到诈骗 而目前被指控的旅行社 没有做出任何回忆 只是春节出国度假 竟然被旅行社丢包 不只假期泡汤 度假的好心情也全会 以上现场这一期情况 把镜头交换给棚内 太阳心全校客废 一身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一身俊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一身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一身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各场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一身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心全校 克菲尔一身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美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招呼 但也是什么 陈送来的 可以选择 比较美负担 大意打 想要快点购